农田 农药 农药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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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 我们坐在车上感觉在上语文课 你感觉这样学效果大吗 学果肯定大呀 慢慢练呗 练练练 发音就比较标准 现在读的是标准 等你说话的时候还是原有的口音 经常练练 这两天北京雨停了 特别的帅 干活的小家伙太帅了 不过 看一下 来办公室之后去剪了个头 今天头发剪得比较短 一下子显得我的脸特别胖了 小月 上次说你那个有点像锅盖头 这是名副其实的锅盖头啊这次 但是我挺喜欢这种短发的 我感觉比较清凉的 看着挺凉快的 我最近放水架了 赌鱼时间比较多 怕他每天闲得没事干 所以我给他选了比较多的书 看看都有什么书 诗词名句 然后口相提卡 还有故宫的历史 笑话成语 笑读成语 四大名著 果果啊 这么多书够你暑假看的吗 够了够了 感觉这个家庭还有点忙 来库房收完快递 刚刚整理完了 我们现在去旁边超市买点菜 回家做饭 今天我准备给大文一个惊喜 给我什么惊喜 等会你就知道了 最近果果在家 多买点菜 买完菜了回家 最近我们全家都有点小烦恼 因为等了一年时间了 终于盼到暑假这个时机 可以回西安探亲了 但是前两天 就西安出现这个新闻 现在有十几个高风险地区 而且还开始管控一周 所以我们估计整个这个暑假 应该都回不去了 特别的失落跟失望 没办法呀 你还好 你春天还回去了一次 就我跟果果 真的太久太久没回去了 前两天我买的厨具到了 好多人可能看不出来 这是干嘛用的 西北人应该都知道 陕西还有甘肃那边人 喜欢夏天吃那个姜水鱼 就是把脚团打好之后 放到这个里面 底下就会露出这种 像小蝌蚪似的那种面食 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个压和烙的机器 也可以做杂粮面条 大北夏天喜欢吃凉拌和烙 我准备也学着做一下 刚才在办公室 小月说给我一个惊喜 我还以为是什么惊喜呢 原来是今天做小团准备 这不是惊喜吗 咱们很少做这种特色美食 是惊喜 我难得心觉来朝想做一次 最起码现在可以漏鱼浴了 你买的那个 但是今天中午咱回来太晚了 赶不上中午饭 要不晚上吃 明天吃完 因为晚上吃面时容易长胖 我减肥了 我今天发现我胖得厉害了 你这是欣赏型的缘故 头发太短 把你脸上的肉全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还是给瘦 给剪 咱们中午吃个简单的 我现在快速做好 今天炒什么菜呀 怎么看上去那么瘦呢都 昨天刚吃完烤鸭 今天就吃素点呗 西红柿炒鸡蛋 原白菜炒木耳炒胡萝卜片 尖椒炒土豆丝 简简单单的 三个家常菜 我说冰箱里也有鸡胸 就炒个鸡胸呗 来不及了 伯伯都饿了 回来晚了今天 要不我给你打脚团了 那得了 就这样吃吧 你跟果果先吃个水果 我等一下快速把饭做好 饭甜小甜点 大伟这个普通话 一下就大舌头了 饭甜小甜点 你饭钱好不好 我刚才不是意识到那吗 说错了 太嘎了 小家伙饿得不行了 老往厨房跑 先吃点水果 断断断拌 试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